金管會的曾主委 主委請 空位好 曾主委 你好 因為你上任之後我是第一次質詢你 因為財政委員會我比較少去 財政方面我不是蠻清楚的 我想追問一下你剛才跟蔣委員的一個尋答 就是說你剛才蔣委員問你 你剛才答覆說你只看台灣本土劇 你是看哪一方面 是哪一齣啊 哪一齣台灣本土劇 還有台灣的電影 台灣的電影 現在有台灣的電影嗎 有啊 怎麼會沒有 天天在上演 還有什麼 其實我這個 你先答覆一下 台灣本土劇你是看什麼 看 風水世家吧 那是第六台 有沒有看風水世家 那是第六台 其實它的選擇很多啦 不是啊 我想問你 你有沒有看風水世家 瞄過 瞄過 所以你不能在這裡講說 你沒看風水世家 你就說你有看過台灣本土劇 因為風水世家可能是比較有代表性的 有 它第六台 對 代表性的 因為它播出的級數很長 可以說是長壽的本土劇 然後我想請問你 那個它的本土劇的優勢在哪裡 優勢其實它可以 基本上它 你說它的優勢是不是 對 優勢 它的優勢在哪裡 那你覺得要怎麼樣 如果 你台灣本土劇有沒有優勢 是不是只有在台灣播放 還是說要跟韓劇一樣 達到東南亞 達到其他各國 其實這個文 您提到 其實本土劇 它不一定說本土劇 就只能在本土播放喔 對 沒錯啊 你假設有一些創新 有一些好的idea 其實我們就希望這個方向 能夠把它注入新的想法 其實可以行銷整個華人地區 對 那我們現在有沒有本土劇 是可以行銷到東亞 現在有沒有 現階段有困難 所以我覺得是要讓用各種資源 來跟它協助 好 我們要怎麼協助 資源怎麼協助 比如說像我們金管會主管的部分 第一個 比如說像銀行的貸款 這第一個 另外就是說假設它慢慢 成長到某個程度之後 要輔導它上櫃 上興櫃 上創櫃 還上市 讓它資源 整個財務沒有掛利之後 有辦法進步來發展 主委 那個金管會 會不會支持台灣本土劇 會不會支持 當優先支持 優先支持 好 請回 我現在請文化部的羅部長 部長請 羅部長 你好 今天是談文化創意產業 我想請問你一下 你對原住民的文化創意產業 了解多少 你有沒有參與 哪一方面 哪些項目 我們應該是透過不同的業務司 全面性的支持原住民的文化藝術 哪一個業務在支持原住民的文化創意產業 你比如說像武團 它也是啊 武團也是 武團也是的 好 那你參加過哪一些 我參加過哪一些啊 歌劇有沒有 歌劇有 歌劇有 在去年還是前年是那個 好久不見了 好久不見我了你 我們有大力的補助 那是歌劇嗎 是的 歌劇 那那個手工藝品呢 手工藝品 我們在台東 還有透過我們的工藝之家 有很多在台東跟屏東 跟原住民有關的手工藝的推動 那龍部長你有沒有親自參與過 所謂參與 像台東我去過很多次 是屏東也去過 那我跟你講 本席是比較不喜歡講高調 講理論的 我自己投入啊 原住民的文化創意產業 第一個 我給你看一下 這個叫台灣延峰彩 這個台灣延峰彩已經辦了七屆了 已經辦七屆 今年 今年台灣延峰彩要準備辦第八屆 這個是發想構起是怎麼來的呢 是以前我在 八年前我在科資委員會的時候 當時是最先是找那個什麼 綜合什麼紡織局的 然後又找了外貿協會 找了世貿中心 然後經濟部的商業師參與 那個時候文件會從來都不參與的 最後呢 把那個場地敲定了 在世貿中心二館 前面四屆都在世貿中心二館 現在是在南港展覽館 第五屆之後在南港展覽館 這個台灣延峰彩就是要推廣 原住民的服飾 服飾產業 因為原住民的服飾 我們很多服裝設計家 都是在部落裡面 那他們要跟什麼呢 跟我們台北市政府的 這個台灣延峰彩 是台北市政府辦的活動 那剛好呢 把一個時段 一個專區 給我們原住民 已經辦了第七屆了 這個不是我們去年 前年我去過跟文博會一起的 你沒有正式參與了 所以我在這邊 我是要感謝延民會 我覺得文化部都是比較被動 而且很消極 對這個活動很冷漠 那你們這個七屆你們參與 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文化部的部長參與過 但是我跟你講 這個台灣延峰彩 延民會的主委 還有經濟部的外貿協會的董事長 都有參加 都有參加 這個是本習 為了要支持我們台灣 來自全國各地 有排灣族 阿美族 賽德克族 每個服裝設計家 在那邊辦的 場地是免費的 場地是免費的 光是走那個走秀 這個是免費 一個小時要30萬 免費 專區也是免費 這個是都是本習來協調 我是希望能夠幫 原住民的服飾產業 找到這樣一個出口 找到這樣一個 跟國際接軌的一個櫥窗 但是我看文化部 不要說部長你沒參與過 文化部都沒有人關心 文化創意產業 你有重視嗎 原住民的文化創意產業 你有沒有重視 第二個 來 我再跟你講 第二個 另外一個 台灣延民園 也是本習這個協會辦的 台灣延民園是第六屆 今年要辦第七屆 吳敦義副總統參加過兩次 行政院院長參加過一次 我已經辦了第六屆 第七屆了 這個是找歌手 來推銷我們原住民的這些 這個農特產品 手工藝品 咖啡 在華山文創園區啊 那文化部到目前參與的是什麼 你們只有提供文化文創園區 其他有沒有幫助 沒有幫助 所以我說這個都是本習啊 親自來投入 要協助我們原住民的 我們也有小額的補助了 但是我們經費有限 但是是有小額的補助 你們都小額補助 所以我是說像這個 我們今天要談文化創意產業 你文化部到底 幫我們原住民做了什麼 我想您大概不能夠說 文化部對原住民不重視 或者沒有做任何的事情 您也知道說 因為我們的經費有限 我們確實是在每一個領域 基本上都是有 透過小額補助的方式 去支持原住民的活動 王國務長 你的經費不是有限的 你的經費是 你不曉得怎麼好好運用的經費 我們對於原住民的重視 委員其實我覺得不能夠說 我們的重視是輕的 那凡是我們能夠做的地方 我們其實都做到 你的經費是應該要用到對的地方嘛 而不是說我看到這個小額 看到有一個名導演 你就幾千萬 將近一億的經費就補助給他了 對不對 接下來我想請教一下 請文化部的影視級流行業發展局 張局長 張局長請 來 局長 這個最近我接到文化部 我一直要的資料 一直要的資料 就是有關影視因評審委員名單 到這個資料 這個名單還沒給我 這個名單可不可以提供 報告委員 影視因評審委員的名單 報告委員 你說你已納入原住民委員 納入了沒有 這今年評審已經結束了 要等到下一次評選會納入 你今天這個答覆 影視因評審委員名單 已經納入原住民委員 為實際評選的委員的產生 尚吸考量利益迴避原則 沒有關係 原住民委員 可以考量利益迴避原則 那非原住民的委員呢 可不可以考量利益迴避原則 也一樣 也一樣 那原住民委員 你現在納入了沒有 我還不知道 納入了沒有 所以我說我現在要一份名單 我要知道你這個資源 這個經費 有沒有公平的使用 對於這個影視因這方面 電影方面的 委員這個我來回答您的關心好不好 就是我有交代說 對於我們的評審委員的組成 作為一個原則 一定要記得去 也要在原住民的專家裡頭去找 這個並不是一個保障名額 說任何一個委員會裡 一定要有原住民的委員 不是 但是作為一個原則 我們不能夠忘記 原住民的各行各類的專家 他在那裡 所以我是要求我們同仁 每一次在組成委員的時候 自己要先去問一下 有沒有原住民的專家 第一個我要 我要文化部提供給我 各位提供 報告委員是因為我們每一次的委員 他願意來接受 接受我們的邀請 擔任委員 基本上他不希望 那你現在要利益迴避原則 那我就不曉得說 你現在聘請的評審委員 有沒有針對 某些導演拍的片子 有沒有利益迴避 這個我要監督啊 這個不是你文化部監督欸 我也要監督啊 評審委員名單有什麼不好提供呢 那個委員這樣好不好 因為影視局的評審委員 有非常非常多種 因為他有流行音樂的 有電視的 電影方面的補助 您是講電影 國片的補助 電影的補助 那就請影視局長回去說 有哪一些 有哪一些委員的名 哪一種性質的委員名單 比如說諮詢委員的名單 那是應該是可以提供的 有哪一些委員會 請他做了一個整理之後 來跟您做個報告好不好 我最主要是要了解 你們這個電影的 輔導國片的這個資源 你們是怎麼樣 透過一個評審的機制 因為這個是幾年來 我都在講的 好了那你說 我擅自建議說 要納入原住民的委員 你說好了已經納入了 那你說但是要兼顧 利益迴避原則 怎麼才剛納入一個 原住民的委員 你就說要兼顧 委員您誤會了 那我現在要監督的是 你過去這幾年 你請的評審委員 有沒有做到利益迴避原則 對於這些國片的支持 輔導的扶植的部分 那你現在沒給我名單 我怎麼知道 報告委員 其實每一部片子 他來做簡報 來申請簡報 他面對的委員 我想業界都很清楚 我們所做的這個利益迴避 如果有發生 那我現在要監督你們文化部 請的那些評審委員 有沒有利益迴避 不是只有針對原住民嗎 我才剛建議說原住民 你就說原住民要利益迴避 沒有沒有沒有 我想那個委員可能誤會我們的意思 我們講這句話是一個通則 是一個通則 最後一個問題 龍部長 原住民的電影 要不要做一個專案政策的一個輔導 原住民的電影 您是說專案政策性的 然後指定 原住民的劇本 指定說電影要做原住民的電影補助 不是 我說少數民族的電影 這個過去幾年 我跟你講你到現在都還沒聽清楚我的話 請說 少數民族的電影 是不是要做一個比較政策的一個輔導 專案的輔導 還是說你把它納入通盤性的考量 我們目前是在通盤性的考量 對 那我實在是有建議你 少數民族電影 是不是要做一個專案政策的輔導 跟考量 這個我們還需要再經過考慮 我已經跟你講了幾遍 你到現在還是聽不懂我的意思 我知道委員 因為你要說我們挑出其中一個族群 做專案的補助 這會牽動到很多 今天到最後 到最後啊 我說你這個經費應該要寫中送炭 而不是錦上添花了 你知道我意思嗎 你到最後 人家都是幾億的經費 你去看一看 我之前都點過名了 哪一個導演都拿幾億經費 委員您譬如說 像賽德克巴萊這樣的電影 並不是透過專案指定 而出現的好的電影 時間到了 所以透過專案的 針對族群的指定 不見得是最好的政策 我到現在為止 文化部的電影政策 完全是漠視原住民啊 沒有少數民族的概念 委員 我覺得你不能這樣說 你不能這樣說 我們對於電影的福祉 我們對於電影的福祉 還是要看影片的本質為生 那些會賺錢的導演嘛 有名氣的導演 我們畢竟還是要透過一個 評選的機制出現 那你比如說卡諾 我們支持了很多 那你也很讚美這個片子 他的導演就是原住民 孔委員要求的 請書面資料還有名單 請給孔委員 謝謝 好 接下來 接下來